大家好,我是阿浩 今天有一位兄弟找到我 说有一件事情困扰他一年多了 咱大家先来听一听 你给大家说一听 好的,是这样的 我前两天开了一家公司 公司正在起工 家里有个兄弟 他整天一直抱闲的 我一想 找他过来打个工 挣了钱 当时呢,工资是四五千块钱的水平 我给了他八千 给了他几钱之后 他就不声不响了,这么做 我也没责任他,因为兄弟 后来呢,公司妈妈留着起色 他就回来找我要钱 因为看他是兄弟嘛 而且在我那个厂子里干了一段时间 我就把钱给他了,我也没说什么 现在呢,工资不问题了 明天倒闭了,签了一大笔股费 他又回来找我要钱 他要找我要工资的五份 现在实在没有钱了,他就跟我说 他说这家公司,如果没有他的话 那他就没有这家公司的今天 就因为这个和我家里去闹 和我公司去闹 我的老婆孩子,就因为这件事 都回娘家去了,我也想找你帮我 看看你能不能 把他帮我一下 你说你怎么能预演这么一个 床在后边有空地吗 有 你给他打电话,说有钱了 把他叫到你闯在后边 好 你给他打电话 喂 你在哪儿呢 行,当时我又陪你去 这个事我肯定给你帮忙去 你也不要担心 好,走吧 嗯 你不在那儿抬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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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紧把钱拿出来 没钱,没钱不过是 就是啊 我知道 当时我开公司的时候你没说我忙 但是我当时给你不说钱 你给我那点钱够干什么 你打发要分呢 要是我 不是我每天给你抬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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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 你别在马路上 快快走 快走 快走 抱你们啊 今天不想动手啊 别逼我 都那么给我老实点了 我还敢抖腻一下 就是你了 动手战啊 你再张一下嘴上试试来 你胳膊这个事全给我说了 你还有脸在这给我扒扒 你扒扒什么 人家开公司的时候 你在干什么 你在家游手套钱那没点批事干 人家好心好意思给你叫场子去 让你有点正事干 你那是干的什么 要学历没学历 要技术没技术 自己不干了 你还特别厚厚厚过来要钱 你这人是火星门子 你拿他当哥了吗 人家拿你当亲弟的事了 你钱哥都没状态对待你 我跟你说 他那么好意思在这儿过来要钱过来 你知道什么是兄弟啊 就你这么当兄弟啊 你也配 你过来过来起来来来 你花钱的时候 你怎么不想你哥挣钱多不容易 你也在外面换钱有地的 他在干什么 显着脸的牵定单 跟人低头二腰的 你也能低下头吗 你怎么低头二腰 钱也钱不用给换 不钱就几一了 你又知道什么事了吗 你又知道什么事了吗 你又知道什么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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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什么事了吗 你知道什么事了吗 你过来嘚嘚 他是钱的哥子 你以为他哥真欠了钱 什么事都没外明白 来掺和什么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告诉你啊 他哥那时候拉伯他 他在家没点逼事 给他拉场的干活 他反过脸的给他哥要钱 我真不想动你们 我老实在最好 你怎么能舔个大鼻脸过来要钱呢 你心里不内疚 没有你哥能有你 你哥谈个订单多不容易 天天在人面前撞孙子 你以为你两句话 就能把那个订单拿下来了 不是你哥在那谈 不是你哥在那给你点头还要呢 这个订单能下来 你怎么现在过来好 一咱要股份 你要什么股份啊 你怎么还舔个脸 上人家去闹 你闹什么 就带着两个人 你闹什么 我说这话 你怎么好好往心里去 自己干什么必要事 自己心里最凶的 乃哥 现在场子出了点事 你怎么还过来要钱 真正的兄弟是怎么办 他场子出事了 你要尽你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 不是他妈没提 一天没皮没脸的过来要钱 你做的太过分了 你能去人家闹事 把你嫂子逼回家了 逼他娘家去了 带着孩子 到时候你就成家了 你媳妇带孩子回娘家 你他妈自己在家 那么大一个房子 就自己 是吧 你没好受是吧 他舔个皮脸 向人家闹事 这是当地的该做的 自己好好想想吧 你干着这个事 心里能过来就去啊 我真不想跟你这么多废话 自己回去好好想想 你看你这个醉一样 你看看 你一点出心不得 我就这么跟你说 你以后也没什么出息了 就这么这能耐了 你不配当他行李 快点让他滚 滚 滚 快滚 滚 这样的人你也拿他当行李 这把执到了吧 这种兄弟执吗 你对他这样执吗 兄弟交的是心 而不是多 现在最重要的 是你把嫂子那孩子 接回来 想想办法 怎么能把这公司 难关给度过了 是不是 以后他们再来找你事 你给我打电话 你看我怎么说过去 以后再遇见 什么男生给兄弟打电话 能帮的我帮 我会尽全力保 如果帮不上的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去帮人 兄弟们赶紧回馆 赶紧把厂子自己去 好